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又说了 那我怎么吃这个百合就一点都不好用呢 吃了半天还咳嗽啊 咱们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学问要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那先请出今天的专家 让他来告诉你 掌声欢迎来自于北京中医院的王玉光教授 欢迎王教授 您好 王教授 欢迎您 百合确实是有止咳的作用 会有人试着不灵了呀 随着这个中医药健康知识的普及呀 人们越来越多用一些食材治疗咳嗽 但是中医讲治疗咳嗽必须对症 我们一般的把咳嗽呢 是有声无痰的叫咳 有痰无声的叫嗖 所以叫咳嗽 还分开来讲 分开来讲 所以我们治疗咳嗽呢 中医一定要讲药要对症 那待会儿再请您好好跟我们来说 什么样的人吃这百合才是对症的 好 先请罗座王教授 那咱们就先从百合说起啊 看看哪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啊 您用百合才能够真正的止咳 看看第一个问题 那哪一类的咳嗽可以吃百合呢 就吃了百合才有效 是咳痰 而且这痰呢还是稀白的 还是这个咳声嘶哑 还是干咳 没有痰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这吃的挺多的 平时比如说到春秋季的时候 煮粥啊 会放一些那个百合肝啊 我像上个月的时候就是 嗓子特别哑 就基本说出话的 好像就永远是用这个厚音在发 那时候吃点百合粥 我觉得对于我的症状好像有所缓解 我以前就是认为说只要咳嗽 吃百合就行 如果是没管用 说明买的这次百合不合格 不害人就有个心感伤 对 如果这次碰着 感觉行了 这次效果还不错 说明买的是对的 要么就做法是对的 还真不知道是因为我咳嗽本身的问题 好那咱们看看到底什么样的咳嗽 更适合吃百合呢 答案是 干壳 它没有痰 这个时候才更适合 为什么要强调干壳无痰的时候 更适合吃百合呢 这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从中医理论来讲 百合它适合于造壳 那么它的造壳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干壳无痰 百合的功效是清热润肺 那么为什么叫润肺呢 我们中医五脏心肝脾肺肾 那么五脏各有自己的喜好 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 肺呢是喜润而物造 它最物造 那么这个物造啊 就是这种干壳无痰的时候 就象征着它肺的筋液不足 我们呼吸道啊 它都要分泌少许的筋液 来滋润的我们的肺和我们的气道 那么如果干壳无痰的话 就说明肺的这个功能 明显的减弱了 小林以前不是分不清楚吗 现在介绍完之后能分清了吗 明白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追问您 我们一般老百姓讲这个咳嗽 一般都是上火咳嗽 要不就是着凉咳嗽 您说的这个适合吃百合的这个是 因为上火原因引起的呢 还是因为着凉引起的呢 您说的这个特别好 一般的我们风寒咳嗽 刚刚初起着点凉咳嗽的话 很少是造咳 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这咳嗽稍微牵延一点点 时间长了一点 稍微长一点 这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造咳嗽 就是肝咳无痰通常都是 半夜特别的严重 白天的时候总觉得嗓子是 你看我这会儿就是 就痒痒的 哑哑的 那样的一种感觉 咽干口罩 那我们为什么叫造 就是嗓子特别干 特别造 就我们叫造咳嗽 就是从这个声音上 能不能够分得清楚啊 热的咳嗽呢 它那个咳嗽声音比较响 比较亮 也比较粗雅 那声音你一听就比较粗 其实有一个最好变绵的办法 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谈 你要说无痰的话 那咱都能够对得上啊 没有痰还干咳 这个时候是最适合吃百合的 其实好多家庭都像李征家一样 这有事没事啊 用这个百合什么做个小食聊啊 看来还是挺普遍的一种现象了 我想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 我们在家都是怎么做百合 怎么吃百合的 我在家就是拿百合做西粥 熬粥盒 再放些绝麻呀 百合呀 再放一点别的东西 那个鲜百合 给那个炒西芹 再炸了点青红椒 我呢就是晚上做粥 然后呢给那一是干百合的话吧 就把它泡一泡 提前放一点 泡完之后 完了煮粥 里边再放点那个 几枚大枣啦 嗯 那就可以了 我发现了还是煮粥的为多 也有这个用炒的方式的 那哪一种方法吃这个百合入食聊的话 这个方法是更合适的呢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了百合呢 它是润肥 所以润肥来讲呢 我们最好还是熬啊 或做汤 这样的话呢 香咽比较好一些 那就是煮粥煲汤是比较合适的了 对 那相对来说炒那个方法 是不是就会稍微欠一点了 对 那您可以试着调整一下其他的做法啊 十一号观众 其实今天一大早啊 我们的后台导演呢 已经给我们备好了一些百合的食聊 而且我之前尝了一下 特别的好喝 而且它有一个特好听的名字 叫三白汤 我先拿上来给大家尝一尝啊 大家看啊 这个就是三白汤 两杯 因为我之前已经尝过了 两杯尝一尝 看看味道怎么样 轻轻亮亮的 首先有一点 就是里面肯定是有百合的 让我们猜那两白是吧 故意很难猜得出来 这味道怎么样呀 好喝 余蓁呢 我觉得挺好喝的 它挺清淡的 有点微微的甜味 会很舒服 会很舒服 这嗓子感觉都已经到了这儿了 很舒服 你要有肝痒的这种感觉的话 也肯定会 不能说要到几处了 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味道也是那种甜香的味道 对 它不是那种特别腻的甜 是比较清爽的那种 清爽的 甜香的味道 对 所以你看刚才小林都猜了 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呀 肯定是有百合的 那其他那两白又是什么呢 还是让王教授介绍一下 这个汤里边是三种 一个是百合 一个是碧气 碧气 对 还有一个梨 这有三白 但我们一般情况下 这个百合的味道 稍微苦一点点 所以加冰糖稍微佐一些 这里边百合 是基本是清热润肺的 碧气也是有清热润肺 另外它有那个养胃的作用 那么梨大家更熟悉了 是干粮的 那么对 跟它在一起 基本上还是一个 润肺造的 养肺 润造的 这样的一个三白糖 而且这个味道特别的好 您在家呢不妨也尝试着 试着做一下 但您说了 那我现在这个咳嗽啊 它不属于干咳无痰型的 我现在咳嗽有痰 而且咳的这个痰呢 相对来说呀 是那种淡淡的 还是白色的 那这种情况 又有什么样的好的食疗方法呢 还是有很多高招的啊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当您咳的这个痰 是稀白的时候 咱们又适合吃点什么呢 还是用食疗的办法 这个都在厨房当中有 是干姜 大蒜 还是洋葱呢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米正你们家要是 比如说小孩老人家 遇到这种情况 就家庭主妇啊 和一家之主会有什么样的 一些食疗方吗 我们有时候会 你说要伤风的话 会用那个香菜根啊 还有那个葱根啊 我们煮一个汤 但是要说这个咳嗽 稀残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大蒜当中有好多的 这个大蒜素啊 它本身也是提取 抗生素的一种物质 那它用天然的方式 我觉得能够 去消灭很多的细菌 所以你们家是用 大蒜的方法 对 包括咱们办一些菜也在用啊 我上次呢 就是孩子咳嗽的时候 我妈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我妈说啊 就这个大蒜加上冰糖 熬到什么时候 就发了白以后 就会止咳 所以我是根据 大家这个经验所谈 要吃大蒜 要煮水 我都没喝过那个蒜水 是什么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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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会怎么样的来选择啊 大家吃的更多的是 干姜和洋葱 那到底当您咳白坛的时候 更适合吃哪一味食疗方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您 好 欢迎大家回到 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咱们来看看 到了这个季节啊 经常会有人爱咳嗽 而且呢 不光咳还有痰 那当您出现白坛的时候 看看啊 专家推荐给您的食材是 干姜 我们现场大多数的观众们 还挺厉害的 这为什么用干姜 而不用大蒜呢 这里边呢 还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理念 这种可痰 吸白 尤其是那个痰啊 越清晰的时候 我们中医叫什么 叫肺寒 哦 肺寒 是由于肺受寒了 尤其是吸波如水的 那么更要温肺 那么从温肺的角度来讲呢 干姜是最合适的 哦 用热的东西来治寒的 这个表现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我们最早的 我们一本本草学著作 就这个神冬本草经 它就讲过 干姜是什么药 是新温药 煮凶满 咳腻上气 所以我们古人 就是用干姜为主 它有一个配方 叫干姜 干草汤 这就是一个治干草 一个干姜 两味药 对这种肺的 这种寒的 这种咳嗽 尤其是痰吸白骨水的时候 效果非常好 它能够很快地 使这种吸波 像水一样 这样的痰液 很快就减少 同时呢 能够很快地 缓解咳嗽的症状 哦 要说到干姜的话 咱自己在家那厨房 那里面不都有姜吗 那种姜应该叫生姜 那叫生姜 不是干姜 不是干姜 那干姜咱就得到药店去买了吧 对 王教授 我可能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以干姜为主的那个汤药方啊 我们没试过 但是我身边有朋友用过这个 用姜丝煮可乐 姜汁可乐都用过 有些人还说的还效果真好 这干嘛我也经常喝 这这个能用吗 和您那个效果差距大吗 不太合适 那个一般割的是生姜 对的 不是干姜 生姜跟干姜的区别呢 干姜是温的 熟的 生姜是偏散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感冒的时候 用生姜 当然比干姜更好一些 哦 是这样子 就一旦出现这种寒咳吧 我每次都觉得不容易 好 我觉得到冬天的时候 可能也是因为年轻啊 小姑娘小伙子都是 穿的少 你觉得你要穿一个特别多的 别人会笑你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就经常一件衬衣 然后底下一条单裤 上面一个包一绒服 就出去了 王教授 你这个寒咳是因为着凉吗 很大一方面因素 就是着凉引起的 我们内经有一句话 叫行寒淫冷则伤费 这句话呀 越来越被我们现代医学 它的研究 和我们对咳嗣的研究所证实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一般我们少穿衣服以后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上货季道 受凉 或者明显的受凉风以后 它明显的容易有一种咳嗣的症状 那么还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说饮冷 这个饮冷啊 不一定是在冬天饮冷以后 马上发生 它往往比如说这个人比较贪凉 比如在夏天 尤其是小孩 爱吃冰果 冷饮 冷饮啊 冰激凌啊 包括一些饮料啊 都冰镇以后用 这种情况下 它伤的不仅是脾胃 而且它特别的伤费 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也不太能够 就总结出来或者是搞清楚 就一旦出现白痰的时候 咱们身体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吗 寒咳 一般情况下有几大表现 痰是稀薄的 往往是泡沫或者水一样 另外口一般不咳 口不咳 口不太干 另外呢 后背呢 基本上它比较怕冷 那么这个是寒咳的表现 所以到了这季节还真得多穿一点 要不然穿的还少不光感冒 这咳嗽吧 有的时候还真的是特别不爱好 那当年啊 不仅是咳嗽的时间特别长 而且痰呢又非常多 像这种情况 咱们有什么好的食疗帮 可以推荐给您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当您咳嗽痰多的时候 咱们是喝点什么最好呢 用的还是食疗的办法啊 是罗汉锅水 陈鼻水还是泥水呢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我觉得就是罗汉果水 我觉得就是痰不多的时候 痰多更别说了 我觉得更好用了 经常出现有人就说话的时候 就现在清一下嗓子才能说呢 这时候要喝点那个罗汉果水 尤其煮的再稍微晾了 稍微凉了之后 我觉得特别管用 对 就像痰 而且有人经常 现在经常有人就是 就是把罗汉果水 当成日常的一种保健饮料嘛 它天天每天都在泡饮 带茶饮 基本上每天再带茶饮 小林能够分得清吗 谈多的时候该喝什么 谈多的时候啊 像我一般就是陈皮 为什么咱们都说那个吃橘子的时候 小时候咱们一般吃橘子都掰得特轻 干净 我说别拍啊 里面这个白的那个丝啊 是话痰的 指壳的 所以这陈皮 它是多多少少得带点吧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能否分得清楚啊 看大家的选择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泥水啊 好像和你的选择并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 对 到底啊 这个谈特别多的时候 总觉得很赌的话 这个时候啊 用什么方法呢 推荐给您的是 陈皮水 现场只有五分之一的观众选对了啊 也就意味着五分之四的观众 还没有意识到 咱为什么要用陈皮水啊 我们这个这道题啊 出的一个前提是咳嗽痰多 那么这种情况下啊 我们中医还有个理论 叫呢 肺为楚痰之气 痞为生痰之源 那么这个痰 如果痰比较多 不是特别黄的话 我们这样叫痴壳 就是痴干痴的痴 这叫痴壳 那么这种情况下 要从贱痞入手 就是造痴化痰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最好的选择呢 就是陈皮水 陈皮是健脾味的 健脾味的 那么陈皮 它主要的作用呢 是理气健脾造痴化痰 它主要用于咳嗽痰多 然后呢胸腕胀满 主要胸腕就肚子有点胀 胸也有点闷 它主要归的是肺脾经 它的性味是心苦温 那么这种心苦温的角度 就能够理气健脾 造痴化痰 刚才李征讲的那个 罗汉果水啊 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沥烟 嗓子特别不舒服 总感觉有点刺激 有点义务 甚至稍微有点疼 这个罗汉葛呀 清热 沥烟的作用强一些 那么这个梨 对于这种痰多的是反的 是完全相反的 痰越多越不能吃梨 是什么喝了梨水会怎样呢 这个梨叫干粮 你这个痰湿本来是有脾不足 生的湿化的痰 那你越用这种梨的干粮 那么这种痰就会越多 尤其是一些小孩 肚子胀 痰多不容易出来 而且这个痰 关键是痰不粘 大家一定要注意 痰不是粘的 不是黄的 这个时候你越用梨 相反 越严重 你的作用越不好 那感觉就是咱用陈皮 给它建了皮胃了 才能够把那个痰圆给它断了 太对了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一种方法 这陈皮和那橘子皮 一样吗 就是 你在想怎么用啊 我有的时候就是 比如说吃完了我洗一洗 我直接放 放到漆上烤着 我都不烤 我直接泡着 这个橘子全身都是饱 橘液 橘皮 里边您刚才小林讲的里边那个白的叫橘露 橘露 里边那个盒叫橘盒都入药 但入药啊 它选择这个成分和我们泡制是不一样的 这是橘子 这是你放在暖气上薄的橘皮 但是我们用的可不是这些 我们用的是这样 橘皮以后风干三年之后 大概我们叫橘皮 对 三年之后才叫橘皮 那叫橘皮 越时间越长 放的时间呢 稍微更成久一些 那么为什么叫橘皮呢 所以它的作用呢 造势画坛作用会更强一些 一般要是用橘皮的话 经典的名方当中会怎么用啊 尤其是画这个坛特别多的 我们用橘皮的方子啊 古人特别特别多 那么我们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 我们讲的二橙丸 或者叫二橙汤 这个二橙指的就是半夏和橘皮 半夏也一定是比较橙的半夏 橘皮呢 当然是我们三年以上的这种橘皮了 就是一个典型的二橙丸 它主要的作用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剑皮 造诗 礼器 画坛 对 这个是在中药店能够买到现成的 是吧 有有有 中成药 叫弹湿咳嗽 那王教授我记得我原来咳嗽的时候 当时我看医生的时候还给我开过一种叫 跟橘子有关叫橘红丸 对 橘红指壳丸 对 这个橘红是不是就指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一般呢我们用的橘红啊 有橘红还有化橘红 但是我们一般造诗的力量比较大的是叫化橘红 什么是化橘红呢 是柚子皮 就我们吃的那个柚子嘛 大柚子 对 这个柚子皮它造诗的作用 要比我们这个橘皮还要强一些 所以我们你说的那个橘盒丸或者是橘红丸 我们大致上用的是化橘红 是柚子皮 就不光肉能够被咱们食用得之美味 同时啊 这个果皮你也千万别浪费了 咱们看看自己在家用这个橘子皮呀 柚子皮呀 也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些小的食疗方 对您缓解咳嗽有痰也是有帮助的 我们让何博士介绍给您 有请何嘉 好的 小季 那这个柚子和橘子呢 都是这个季节比较常见的水果 那这个咳嗽痰多 也是这个季节比较常见的疾病 所以呢 今天我就教给大家 我们怎么样用这个常见的水果 来解决我们常见的问题 我们做一个蜂蜜柚子茶 大家不知道听没听说过 在超市里面呢 这个东西卖的可贵了 咱们自己其实可以做 准备这个大大的柚子 橘子 那么还有一些蜂蜜 然后再准备一个空的玻璃瓶 其实就可以做了 那在我们做之前呢 一定要注意 先把这个手啊 一定要洗得非常的干净 然后呢 橘子皮呢 也要洗干净 把这个皮包下来 然后橘子瘾呢 别浪费 然后呢 柚子呢 我们也是要削皮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蜂蜜柚子茶的时候呢 我们只用到它的外壳 黄黄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我们准备这样一个 削土豆的削皮刀 把这个皮削下来 再来一些 好 那因为呢 这个柚子皮啊 往往呢 比较麻 比较苦 所以呢 这个橘子皮呢 它们两个的量 一比一左右 大家看一看 差不多就是这么多啊 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先洗过 然后呢 我们用刀把它切成细丝 切细一点呢 可以让这个蜂蜜啊 它的味道更好地渗进去 所以呢 不要切得太大 好 然后再切一些柚子皮 再切一点啊 好了 那这个皮先切好了 那皮切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来处理一下这个玻璃瓶 大家看到 清洗之后的这个玻璃瓶啊 里面有很多的生水 有很多自来水 那么如果这个水分太多啊 这个蜂蜜柚子茶呢 它就比较容易变质 甚至呢 会长一些霉菌 所以呢 我们先要把这个水 给它沥干 我们可以用这个微波炉 稍微地打一打 把里面的这些细菌啊 霉菌呢 都杀干净 那或者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用一个吹风机 把这个水分给它吹干 就可以了 好 处理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柚子皮 还有橘子皮装进来 如果我们喜欢吃这个味道的话呢 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啊 因为我们现场的时间的关系呢 所以我切的这个皮儿比较少啊 好了 加多少蜂蜜呢 一般来说啊 就是一比一的量 就是蜂蜜和这个皮儿的量 总共呢 是一比一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吃的甜一些 不要让这个柚子皮的味道太重 那你就多加一些蜂蜜啊 但是呢 我喜欢吃这个皮儿的这个香味 所以呢 我的蜂蜜会少一些 这样的话呢 这个味道会更加的浓郁 好了 把它装好之后 密封起来 把这个盖拧紧 然后呢 放在冰箱里 放上一个星期左右 那这个柚子皮和橘皮里面的味道 就完全地渗透到这个蜂蜜里面来 这个蜂蜜呢 就变得非常的香甜可口了 这个呢 是我提前给大家做好的 这个蜂蜜柚子茶 我们把它捞出来 尝一尝 我还准备了两个干净的玻璃杯 还有一些开水 哇 好棒 好香啊 咬到玻璃杯里来 多要一些这个皮儿 热水 冲调一下 再来一杯 然后用我的这个小勺搅一搅 哇 那这个蜂蜜柚子茶呢 这个香味闻起来非常的浓郁 滋味啊 也是完全可以媲美超市里卖的 昂贵的蜂蜜柚子茶 那现在呢 我已经调好了两杯 请我们的两位嘉宾 这个李征还有小玲 让她们来尝一尝吧 小季 好 谢谢何博士 没有我的 好 那我们就给小玲和李征来尝尝 谢谢 稍微点烫 你尝尝和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那个 就是特贵那种蜂蜜柚子茶 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怎么样味道 你这样能接受吗 我觉得真的很有香气 有那种柚子和那个橘子皮散发成 那种天然的香气 我在这儿都闻得到那种橘香味 特别清香优远 你可以闻一闻 蜂蜜柚子茶的话 大概要四五十块钱一瓶 特别贵 但这个我刚才核算了一下 成本也就在十块钱以内 这一大瓶是完全没问题的 反正这也是属于叫 废物利用 便废为保 对对对 那咱们来看看 刚才推荐给您的这个蜂蜜柚子茶 是否您这个痰比较多的情况 不妨来试一试 但是您说了 我现在这个痰不光是多 而且使劲怎么咳 它也咳不出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的话请举手示意我一下 我有的时候就是 那怎么咳 老觉得还在里边呢似的 往外怎么咳也咳不出来 那通常这种情况下 您会怎么样 尽量地把痰给排出来呀 有什么小方法没有 那凡是就是吃点药吧 再弄的那个冰糖的那种水 磊水 老在这儿挂着就出不来 那您就这样使劲咳 我刚才看您咳得特别的辛苦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你有没有试过呀 没有 还没找到招呢 就是吃药 吃药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方法 您一定要好好记牢了 对您现在的这种情况 其实是特别有帮助的 咱们来看当您咳谈 使劲咳也咳不出来的情况下 专家会给你推荐什么好办法 看下一个问题 那有谈咳不出的情况下 咱们适合吃点什么呢 还是用的食疗方 是拌萝卜皮 拌结梗 还是山楂拌梨丝呢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李正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怎么咳也咳不出来 有 我前一段时间还有呢 我也 我就怎么咳也咳不出来 我就玩命咳 玩法就是玩命咳 我就玩命咳 然后我就深吸口气地使劲咳 我觉得李正特种你知道吗 你可以借助外力 让家人给拍背 我咳的时候通过这个外力 借助一个外力咳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 那我想办法 那它既然不出来 是要给它化了 在里面就 就没这个谈不就行了 那你用过这三样食材吗 真不知道 就是可能就是去吃一些化痰的药 但是这个食物里面 如果要是真能有这种的办法 或者是达到一样的效果的话 我宁可选择这个吃这个食物 我得吃哪样东西啊 才能够真正地像你提到 把痰化掉 这看来其中有一些小秘密的啊 我们看看大家是否掌握了这个秘密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半萝卜皮 这半萝卜皮的道理是什么呢 那等一下广告啊 让专家来和您说一说 当您有残咳不出的情况下 适合用什么样的食疗方 最常见的咳嗽 却有最多的误区 最简单的咳嗽 却有最复杂的原因 我们真想我们都说啊 这个咳嗽有可能是变怒 起来的 好 欢迎大家回到 由无线吉祖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咱们来看啊 当您长时间的咳嗽 而且这个痰呢 总觉得堵在肺子里了 你恨不得用手把它掏出来 但怎么咳都咳不出来的情况下 用的是拌截梗 这个食疗方 这我们真的是懵了 我们不太清楚 这截梗应该是凉菜啊 对 这会儿拌了怎么还能够有这个 就帮助咳痰的作用啊 我们一般讲啊 把这个痰咳不出来 叫废弃不宣 它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痰啊 相应的棉类一些 第二个原因呢 是这个我们七道里头 排痰能力明显下降 那么这个急梗 我们中医它有宣废的作用 另外呢 它在我们化痰药里面 它叫什么呢 它叫恶心类去痰药 它是一种刺激类的去痰药 它主要是啊 让我们这个七道里面呢 是让这个痰液啊 尽量的变稀释一些 同时这样有助于呢 我们这个痰咳 容易呢逐渐的出来 那么主要是它的作用 那么这个急梗治疗 这种痰不容易卡出啊 大概从我们汉代 我们中国人 就把它作为一个 很好的化痰药来应用了 那通常要是您遇到痰多 咳不出来的病人 会怎么给他们开这个小方子呀 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子 急梗啊 杏仁 知母 远至黄秦 它的主证就是可痰不爽 这个小方子化痰作用 相对的比较强一些 相对比较强 好像平常咱要是吃这个解梗 就是拌凉菜了 而且辣辣的那种 我们看看 就中药店买来的 和咱们自己平常拌凉菜吃呢 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就是我们药店的急梗 切片的这是 切片的 平常作为食疗方法怎么用啊 你可以用急梗啊 十克 然后用井米 就是我们的大米 然后呢 在水 熬这个急梗 熬完以后 喝这个汤就行 煮粥喝 煮粥喝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急梗啊 它有一种 让人恶心的副作用 天哪 它催吐 催吐 所以说在用急梗 做这个食疗的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量不要太大 所以说我们成人用的话 十克就够了 但是小孩呢 量一定要小 减半 五克就可以 就拿这个跟大米 一块熬粥 就跟我们煮那个 什么百合粥是一个意思 一样的 这个味道呢 可以接受吗 味道可以接受 这个急梗不是太苦 大家吃过急梗的 也估计也有感觉 是吧 它不是太苦 稍微苦一点点 其实刚才啊 小林提到的一个方法 这是借助外力啊 那你实在 咳不出来的情况下 您这个垂军论足 还是出不来 这部法案 让家人来帮帮您 那我们怎么样 帮助家人 更好地把这个痰 咳出来呢 我们让何博士 教给您具体的做法 有请何嘉 好的 小季 那今天啊 我就教给大家 这个拍背排痰法 我们有请 我们的嘉宾李征 一起来给大家做示范 李征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那这个平常 应该在家里 如果有家人咳嗽的话 您应该也是 给他们拍过背 对 也会拍 尤其小宝宝嘛 或者老人 大家一般 其实年轻人 会比较着急 说我帮你拍拍吧 那你的这个方法 是怎么样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我的方法 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我就是往背上拍的话 但是我会把手 把手钻成像空性状 不过这样拍 这样拍会比较疼 对对对 这样拍呢 会让它比较舒服一点 你用力道要适中一点 这样子有助于它可处 我觉得李征啊 真的是因为 可能经常参加 我们节目的缘故 李征说的已经非常专业了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个手势 一定是握成这个空掌 不能用拳头 不能用这个这样拍 啪啪啪啪 拍得声很响 然后人背拍得也很疼 但是呢 它的这个震度幅度 太小了就不行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拍的顺序 也很有讲究 那李征 你先来做上 好好好 头朝 脸朝那边 我们拍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肺的走势啊 是从中间开始 往旁边分叉的 所以呢 我们拍的时候呢 应该是从下往上 然后呢 从外向内 也就是从两边 斜着往上 拍到这个后脖梗的位置 这是拍的方式 那拍的时候呢 这个震动的幅度啊 这个频率 震动的频率一定要快 那这样 那每一下呢 感觉应该有一个震动的 这个感觉 让它充分的震动 我们要想象一下 把这个震动 打到它这个肺的深度 就像用这个内弓似的 再看一看啊 来拍 好 那么同时呢 这个被拍的人 李征 他也不能够闲着啊 他应该同时进行咳嗽 我们来试一试啊 我一边拍 你要一边咳 对 你要顺着我的这个 拍的这个方式 对 慢慢咳 那有些老年人啊 因为他排弹呢 确实不太顺畅 所以这个时候呢 除了咳之外 我们还可以让他 让这个两手交叉 看着往 两手交叉 按到自己的腹部的这个位置 给他加一加压 那么咳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压力 这样咳起来会更轻松一些 来 我靠着你啊 那如果这个老年人 坐的时候不太方便的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 用左手 护住他的胸口的位置 稍微抬住他 然后呢 他自己的双手呢 握住腹部 然后我们再来 咳 这样感觉是比较好一些 明显感觉到 那咳的力度 力度会大一些了 会一下就变大了 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帮助他拍摊 学会了没有 我学会了 学会了 那你在我身上来实习一下 好好好 将来也就方便你给别人拍 好 那我还是这样 好 咱们先从第一步开始 好 那手呢要握成空心状 对 然后因为肺呢 是从两边 那我们要从下往上去拍 对 不错 我觉得李正已经掌握这个方法了 再来一次吧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再用手 大家注意咳的时候啊 不是用嗓子 咳咳咳 不是这样咳 而是感觉有深度的 每一次用力咳出来 这样的话 他的排弹的效果会更好 来我也按住自己的腹部啊 我轻轻护着啊 好 但是你别 你别护着我嗓子眼了 咳不了 护到心上 护住胸口 好